谷歌声明Gmail电子邮件服务的一些账户 受到来自中国济南地区的黑客攻击后 这一消息迅速得到世界各地媒体的广泛报道 中共外交部反驳谷歌有关黑客窃密的指控 对此美国联邦政府就谷歌提出的指控展开调查 那么到底谁是黑客幕后的操纵者呢? 请看报道 谷歌宣布美国官员的Gmail邮箱 遭中国黑客严重袭击 惊动了白宫和美国国土安全部 美国匆忙评估事件是否造成国家安全受损问题 白宫声称针对黑客攻击目前已经采取行动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周四表示 美国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谷歌提出的指控 认为中国黑客入侵事件非常严重 美国将严肃对待 美联邦调查局正与谷歌一起调查有关的黑客行为 美国之音报道 对于美国来说 网络安全目前已经被提到了外交事务的首要日程上来 美国国务院最近专门任命了一位网络安全协调人 集中研究信息如何被盗 以及如何降低冲突的危险 尽管白宫方面表示 目前没有理由认为政府部门的电子邮件遭到侵袭 谷歌也没有具体说明 到底都有哪些美国政府官员的电子邮件受到攻击 以及他们的电子邮件信箱被暴露有多长时间 不过 柯林顿国务卿表示 美国认为网络安全将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对此十分重视 谷歌发言人杰伊南卡洛书面回答美国之音 他说 我们相信这次盗窃用户密码的活动是来自中国济南 我们无法确切地说明谁是操纵者 6月2号 中共反驳了谷歌的指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对于谷歌公司的指控无法接受 谷歌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他追溯到这些黑客是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会济南 在济南 中共解放军设有技术侦查局和一所技术学院 美国之音也证实 去年 美国调查人员在调查对谷歌用户 一起类似的黑客攻击时 也追溯到同一地点 美国之音还报道 自从谷歌公司因为网络新闻检查和黑客攻击事件 而于2010年上半年部分退出中国市场之后 谷歌公司和北京的关系一直紧张 去年 纽约时报指认 济南的蓝翔技术学校 是对谷歌发动所谓极光行动攻击的 两个教育机构之一 记者麦特·沃尔曼在电视报中指出 北京强烈谴责谷歌所说的 中共处心积虑试图打入美国政府高官 和中国活动人士电子邮件账户的说法 是不可接受的 中共不顾惜宽恕黑客行为 但黑客行为在中国 有许多网站提供价格低廉的教程 让人可以学到黑客基本功 上个月 人权网站Change.org表示 这个网站自从发起网上运动 要求释放艺术家艾薇薇以来 网站反复遭受来自中国的攻击 现在不清楚攻击者的身份 以及他们的动机 但谷歌只认 济南是网络攻击的发源地 这跟先前网络安全专家 进行的调查思路是一致的 日本612号的每日新闻则报道说 现在还不清楚受害者当中 是否包含日本的政府官员 新唐人记者唐锐 孙宁综合报道